華航以及諾富特的群聚 是已經超越了布桃喔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華航跟這個諾富特的群聚 現在一共是造成了24個人確診 而且呢 是擴及到了6個家庭的群聚感染 但是喔 當時布桃的時候 其實只有21例嘛 而且是3個家庭 因此呢 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 他就坦言喔 目前已經是打仗的時候 社區的警戒期 要觀察到什麼時候 要觀察到5月中 其實也就只有兩個禮拜嘛 所以現在要好好的觀察 來防堵疫情 持續的蔓延開來喔 那另外 確診的足跡 現在也開始慢慢的公布 我們看到這個地圖 我幫大家畫出來 其實擴及的台北 新北 桃園 雲林 還有嘉義喔 所以基本上 整個北部現在都是喔 那對此呢 台大的兒童醫院院長 黃立民 他就說 台灣已經進入了 社區感染的階段 他說病毒 其實比我們大家 想像中的 還要來的更多 那一旦如果出現了多點爆發 那這個疫情真的就會非常的難以控制 那另外呢 還有台大公會教授 陳秀熙 他日前就指出 英國病毒株呢 現在是主宰全球的疫情 那華航機師的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有八個人 他們是染上了英國的變種病毒株喔 那其實呢 這就代表什麼呢 他們的這個感染源 有可能是同一個 或是他們就是互相感染的嘛 那其實這八個人就包含了 現在這個諾富特飯店的 這個防務主管 還有一名機師喔 那機關署呢 中區的指揮官 黃高斌他是表示喔 機師和防務主管 他們都是驗出了 同一個病毒株 後者呢 是沒有出國使的喔 所以顯示 你相互傳染的機率是相當的高 那如果基因的序列相似度 達到了九成五 基本上就可以斷定是同一個感染事件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看到 其實現在呢 這個確診者的足跡 也是慢慢的一個一個公布出來的 都列到他們有達672啊 262這樣的公車 以及呢 有去了很多店家用餐 甚至呢 也到了捷運的頂溪谷亭西門站喔 所以現在呢 真的是全台北 還有這個雙北啊 基本上都是趕快的來進行消毒 還有就是包含桃園市也是 那另外指揮中心昨天公布的 就是又新增了四例的本土嘛 那其中三個人 他們是諾富特防務部 經理同住的家人 那另外一個是染疫機首 他不到五歲的女兒 那所以可以看到現在呢 確診者 他們真的是在雙北趴趴走 去過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那剛剛就有跟大家稍微的講一下 他們就是去過了很多地方 但是因為疫調嘛 所以很多細節 可能還要再進一步的 調查釐清要來問清楚啊 去看監視器 所以大家出門的時候 真的是要記得 就是好好的把口罩戴上 然後勤洗手勤消毒 就是不要這個都摸摸啊 吸摸摸到處亂碰 那另外現在呢 其實北部啊 現在已經有台北市喔 現在已經有252個人 他們是居家隔離 那是創下了歷史新高 因此今天早上10點半的時候呢 柯文哲就會來宣佈 是否要拉高防疫層級 我們一起來看 諾富特風暴越演越烈 飯店群聚釀成家庭成員也染疫 2號指揮中心公布 房務女經理的先生和一雙兒女 也確診相關足跡一一被公布 按1134房務女經理的兒子 4月27號曾搭乘254公車 到7-11金富門市領前 光復北路上的印度餐廳用餐 之後還搭乘672公車 28號29號接連兩天 則搭乘262公車 往返住家及公司 按1136房務女經理的女兒 4月26號到28號搭乘捷運 從頂溪到谷亭再到西門鎮 接著轉乘公車到三重鮮色宮 其中26號這天還曾到永和保平路上 一家餐廳用餐 兩人足跡幾乎遍布雙北市 至於在捷運站或那種可能性會碰到的 那請大家對自己的健康要稍微注意 那有症狀就要來做通報 新增案例搭過捷運新爐縣 板南縣松山縣 公車2542626272路線 標準搭乘大眾運輸通勤 指揮中心似乎還是掉以輕心 甚至有些足跡選擇性不公布 北部疫區被疫情籠罩 連同華航諾富特確診個案 已經出現六個加護群聚 恐怕疫情將進入社區傳播 多點爆發階段 指揮中心得戒慎恐懼 記者簡鴻奇 吳俊瑋 林慧傑 台北採訪報導 所以現在防疫旅館的管理 就是出現了嚴重的漏洞 那新北市議員葉遠之 他是在接貨有現名爆料 有人從二月份就已經發現了 諾富特防疫旅館的餐廳 還有公餐給華航的一行下 二行下機場的貴賓室 那甚至還有桃園的美國學校 也有處理公餐的人員和房務人員 使用同一個電梯 跟部長信箱投訴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昨天有諾富特員工跟我爆料嘛 說諾富特飯店有出現一般旅客 和華航機組人員混居的狀況 那陳思中被問到這個問題 還怪員工說為什麼不早點講 但實際上今天又有另外一個員工 向我爆料 他說他們其實都很擔心這個狀況 二月份的時候就有寫信給部長信箱 得到的回應是很官方的官腔 而且後來推給地方政府就沒有下文了 所以可見指揮中心對於諾富特飯店 就是非常輕忽 而且今天這個員工又講了另外一件事情 他說二館就是全部住檢疫課的 這個二館的B1是廚房 這個廚房居然還有公餐給外面的單位 包括華航在一行下二行下的貴賓室 還有美國的桃園的美國學校 那這會為什麼影響呢 因為廚房人員使用電梯 和清潔人員就是負責處理 這些檢疫課的垃圾的 或者是床單布巾的這些清潔人員 使用同一台電梯 就會增加他們感染的風險 那如果有病毒又透過食物傳播出去 後果不堪設想 那他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有一個確診者 就是在廚房工作人員 理論上他是最不可能接觸到確診者 為什麼他會難病 所以這些員工積極的把他們看到事情 把他公布出來 就希望指揮中心可以了解 而且可以去追查 他們的病毒傳播的路徑 那同時也讓所有的地方政府了解 防疫旅館可能會產生漏洞 希望不要再發生 好 所以這名員工他就是2月的時候 曾經寄信來向衛福部陳情 他就說難道要跟不逃事件一樣嗎 你發生了疫情之後才來亡羊補牢 但是他卻得獲的就是中央的官室回應 非常的官方還甩鍋 指出是地方政府的業務 那業員之他就是相當無奈 他就表示中央如果能提早來正式問題 或許就能夠阻止疫情蔓延 好 接著我們持續來關注 現在這些本土確診病例 他們的足跡就是遍布了台北 新北以及桃園 甚至擴展到了南部 嘉義以及雲林 那衛生單位他們最近也在各地 開始大規模的消毒 民眾看了當然是更心慌了 那就出現減少出門出遊這樣的趨勢 那桃園的五一連加親埔休閒油氣區 比以往還差一大截 那前往老街以及水庫的人潮 也減少許多 好 那這個華航諾富特的群聚 成為疫情爆發以來最大規模的染疫事件 24個人確診了 那其實藝人吳念軒 他2號的時候就證實 曾經和劇組到諾富特來拍戲 那目前他是在製主管理當中 吳念軒2號的時候在臉書發文 他就坦承正在拍攝的新戲劇組 22號曾經就是到過諾富特飯店 來進行拍攝 自己是當天唯一拍攝的演員 那他也報告說目前他的身體狀況是穩定 沒有任何的問題 不過有媒體就爆出了 其實劇組他們在疫情傳出來之後 仍然是照常的安排他們的頒表到各處來拍攝 都爆發疫情中間有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仍然和其他的演員搭檔拍過戲 恐怕會成為下一個大危機 好 接著我們要來關心到 指揮中心就說 從今天開始呢 將會開放1到3類高風險族群的同住家人 也一樣可以來接種公費疫苗 而另外東京奧運6強1棒球資格賽呢 即將在6月16號在臺中開打 拿2號晚間中華棒球代表隊的總教練洪一中 他也是率領了教練團來接種AZ疫苗 不過許多的選手他們因為還是有疑慮 所以接種的意願似乎不高 來 先進去 好 就這樣子 晚起秀子東奧棒球代表隊首席教練高志剛 率先接種疫苗 總教練洪一中也沒缺席 為了迎戰6月開打的東京奧運6強1 棒球最終資格賽 中華隊教練選手2號晚間接種AZ疫苗 差不多有將近20個人員到這裡來注射 當然其中教練團是比較多啦 效果都還OK的話 不影響到比賽的話 我想陸陸續續選手會開始接種 而多數球員對疫苗多半有疑慮 接種意願不高 尤其中職只以一天休兵日作為緩衝 若不良反應時間較長該如何來因應 甚至可能影響選手表現 相關配套還有帶商榷 疫苗施打更出現北熱難冷的情況 北部因為華航事件預計 未來會有一波施打潮 但在南部小港機場施打率不到一成 整個的疫苗政策還有整個催種 還有公司在人員的調度輪班派班上面 都是必須要去兼顧的一個面向 擔心接種後引起發燒影響工作排班 空勤人員施打意願低 而指揮中心採購的AZ疫苗中 第二批19.9萬劑不到一個月就要到期 指揮中心考慮開放自費額度 以及高風險族群同住家人接種 下禮拜很快就會再往下開 目前也是擔心他沒有用完 不過另外一方面在這波疫苗裡面 我們也看看說先保留一點時間 一到三類的風險高的 這人打 諷刺的是諾富特效應激出了打氣 但該接種的高風險人員選手卻有疑慮 看來指揮中心得多動點腦筋 記者綜合報導